SGM 這是一群白色Tesla 在停車充電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好可愛喔 這裡的房子都很漂亮 感覺是個高級住宅區 我們要吃的一家叫黎安咖啡 好可愛喔這裡 因為要吃的就是這一家超級多人的 黎安咖啡 嗯 這好像讓我回到台灣的感覺喔 Indoor就差不多這樣 Outdoor的話就是比較舒服的這邊 就有些甜點 所以我們要點的話要點一個 Yum breakfast croissant 然後還有一個 Skeleton 但是我還不知道我要點來 然後還要點一個 Crate 然後喝的話我們要點Smoothie 因為這裡只有Smoothie跟Juice 但是那個Juice是那種Carrot 或什麼的 不想喝的 所以我們就點Smoothie 還有咖啡 那我們可以點 Liang Special Smoothie 和Breakfast Smoothie 所以我們點下來的話 有Liang Breakfast Croissant 然後Banana You can lock me Glass Toast Skillet Coffee And then Smoothie Total is like 64 但是感覺它的 分量很多 所以還不錯 可以看看等一下吃起來的感覺 然後 Yay 這裡環境真的很好 然後 然後就是很漂亮 然後 感覺就是一個高級主宅區 這邊是 Summerland 然後我們就是先充電 然後就一邊吃 一邊等 充電 然後這裡感覺也很Chill 環境又舒服 等一下就來看早餐怎麼樣囉 這就是那個 Friendly 看起來超棒的 然後 Crain Nutella Crain 然後我的這個是 Scalade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Lemon Tart 看起來很讚耶 這樣總共65塊 其實 我覺得算蠻划算的吧 在美國 尤其是就是 看起來也不錯 分量也還蠻好的 他就看好不好吃了 蠻好吃的 但剛剛切開來會流湯 因為我是點了MDM那種 就是比較糖心蛋喔 不是糖心蛋那種 會流汁的 然後這蠻好吃的 裡面的主菜是 那個馬鈴薯 好吃 他有說他的薯條蠻好吃的 因為有一點點調味 然後還有起司可以拉絲 有一點點 因為他真的是小顆粒 有醬 有醬 但配上那個 香蕉 有點中和的料 蠻好吃的 蠻特別的 我知道我男友會很喜歡吃 因為他很喜歡吃 所以有建議那種 喜歡吃甜的類別的 那個 那個Tart 嗯 嗯 他的餅很好吃 就是外面那種卡丁好吃 他的檸檬塔不是很甜 不是很酸的那種檸檬塔 因為他上面有這個 白白的 所以 真的比較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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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對美國人來說 口味剛剛好 對亞洲人來說 會有點太甜 嗯 其實也是看個人口味啦 但我覺得對亞洲人來說 可能會太甜 然後 這個也有一點點甜 所以我覺得 配水這部分 大家要 輸一下 我覺得這家其實蠻好吃的 然後 環境也好 感覺是可以說是一個 網美 網美早午餐都不為過 因為環境真的蠻好的 可是 唯一的是我們做外面 然後外面的話 它風很大 那風很大的話 就會變成說 就是東西會一直飛來飛去啊 之類的 然後給你們看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點的這個 它有糖粉 然後因為風很大 所以你看這糖粉就會亂飛 所以我 那個手機上啊 剛剛也都是有糖粉 這樣子 就是大概這邊 比較 一點點的小缺點 但是當然也可以 就是選擇做室內 但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做室外 比較通風 然後自然的風 不是那種 冷氣的冷 所以我還是選擇做外面 我可以 跟這個 風 和平相處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蠻推薦的 這個算是比較Local吧 所以不是那麼的貴 然後也沒有這麼多的人 但是我覺得它的聲音 還是算蠻好的 但位置也蠻多的 因為有室內跟室外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不一定就是來Vegas的話 就是都在那條煮乾線上 其實很多地方很多好吃的東西 就是out of那個煮乾線 其實很多都不錯 所以來試試看 蠻推薦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蠻常來吃這一家 而且這一家餐廳我覺得不會出錯 就是大部分的餐點都蠻好吃的感覺 因為我們看那個人serve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餐廳都看起來都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不會出錯 所以來試試看 那如果大家覺得好吃也來吃過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會把這個連結 就是還有這一家店的資訊 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大家可以來 然後這附近也很漂亮 就是也吃完飯在這邊走走拍照啊 都很適合 所以好歡迎大家 那喜歡的話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拍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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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 我下次見